他們說 我也是你平衡 存在富汗 最愛越多迷失 頭髮又長又卷 總是皮衣皮褲餐廳駐唱 被挖掘出道的奇情 墨鏡背後藏著不為人知的故事 後面都是大牌 那我這時候剛出道 我出來前面唱 後面都是好像 很多的眼睛瞪著我後腦勺的感覺 你根本唱歌都會發抖 然後就很緊張 很緊張再翻白眼往上看 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要不然你戴個眼鏡 有你溫柔的聲音 在此呼喚我名字 讓我孤獨的時候還能夠想著你 我還在這裡耐心的等著你 1981年 琪琴這批狼默默無名 加上趕跨越的村立 琪琴的未來很灰暗 19歲在姐姐奇遇的介紹之下 進了中間公司 狼變身了鹹魚 等待分身 因為我剛好在唱黃仲坤的那個 你說過要到很遠的地方 他說這個是我們唱片公司 黃仲坤唱的 你唱得也不錯 來…我跟妳聊一聊 琪琴聲音清亮 如果穿上了白色西裝 白馬王子形象應該很搭 唱片公司是這樣盤算的 不過琪琴很有自己想法 皮衣皮酷當年還真酷 可以打歌的三台 對她的造型很感冒 不讓她冒臉 最後在廣播電台強力播送 跟歌迷集體寫信之下 琪琴終於登上帝式 而且很快火到對岸 得獎的是 琪琴 手手音樂經典 曾經四次入圍京曲 最佳男演唱人獎 也一舉拿下京曲獎項 琪琴這批狼在歌壇永遠不死